让我们来共同欢迎国乐演奏家方锦龙老师 有请 欢迎方老师 小强你好 观众们晚上好 欢迎 我还是要替包括现场和线上的各位观众问一下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琵琶 更多的是四根弦 那为什么您一直要弹奏这个五弦琵琶呢 实际上五弦四弦呢在唐代都是并进的 大家知道歌女琵琶琶琶 唐代就是四根弦的琵琶 叫四弦一声入列伯 那个当年白玉写的非常有名的诗 是的 大家知道我们当时皇 中国的当时的朝廷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国礼 就是五弦琵琶 它都是有历史典故可考 没错 那么五弦 因为我们中国人也喜欢舞啊 你看我们吃饭说什么 五味俱全 对 我们画画写字 喜欢墨风五色 对 甚至我们朋友交友的时候都什么 三五之几 没有说二四之几的 二四得八 对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听到了一段特别有韵味的音乐 也会觉得内心好像五味杂陈 都跟五有关系 它会引起我们很多的联想 这样吧 今天您来都来了 咱们光说呢 大家肯定觉得不过瘾 因为这个方老师的这个琵琶演奏 真的出神入化 比如说咱们先从中国的古典文化 那这个琴琴书画 当中这个琴啊 说的还真不是琵琶 没错 是古琴 它是七根弦的 对 七弦琴 那您这个五弦琵琶能够做到它的音色吗 我来试一下啊 我来听听啊 最有名的酒筐 《古琴》 各位 这个时候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会发生一些背离 你明明看到的这个大师演奏的是琵琶 但是你听到的 它就是古琴的音色跟韵律 对 这就是五行琵琶的魅力 这样大家真的今天有意思了 我就帮大家来多谋一些福利 因为今天我们毕竟虽然我们是国际艺术节 但是我们是北京文化周 对 那我们现在关注的也是北京冬奥会 没错 那在北京 咱们这个五弦琵琶会说北京话吗 绝对 因为北京 它最有一种形式就知道吗 曲艺形式叫单弦 单弦 单弦是用三弦弹的 对 来了啊 北京 变成三弦了 太了不起了 我突然间觉得好像什么冰糖葫芦什么 都已经出现在嘴边了 太有画面感了 太好了 当然我们召开这个奥运会 我们其实除了弘扬民族文化之外 我们更要广摇八方宾客 没错 那老师不好意思 接下来我就不客气了 哇 你还来给我出什么难题吧 我往国外支了好不好 外国哪个国家吧 比如说两河流域的 文明古国 这个阿拉伯 阿拉伯有很多的弹波类的乐器 阿拉伯有一种物德琴 你看啊 我们马上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 阿拉伯有很多的美国 但是我们也要找到一个美国 马上到了一个美国 两河流域了 到了两河流域了 真的那个东方神秘感马上就出来了 同样的文明古国 我要继续要加高这个难度了 印度 印度有两种乐器 一个叫西塔尔 这个叫印度 我叫塔布拉 我用一个琵琶 表现两个乐器 还有一个鼓是吗 对 印度鼓 好 你看啊 印度的声音它是哑哑的 你们一听这个就有点咖喱味 你看牙牙的声音 鼓来了 我的天哪 我真应该拿张饼子旁边飞起来 配合您这个画面太好了 如果说到这个弹播乐的话 我记得在离咱们稍微近一点的 日本还有一种弹播乐器 它其实在很多流行音乐当中 被运用的也很多 三位线 对 这个我特别喜欢 来了啊 日本的你看 到了日本了 刚才这一段堪称 是在北京童奥会期间 让雨声节弦听了 都有响家的演奏 那既然东翻都做完了 我们到西班牙去看看怎么样 我会弹这个吉他 那我们先来个响板 吉他往后翻怎么样 响板就是那个 flamingo当中 对 你看啊 flamingo 然后那个 那古典吉他 鼓典吉他来了 鼓典吉他来了啊 鼓典吉他 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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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我造次了 电吉他 我怎么没通电呢 我给你插上 好 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神乎奇迹 更重要的是 对于中国的传统的古典的文化 有怎么样的研究和了解和延伸 才能有居然把现场不插电 都演奏成插电的感觉了 那其实呢 刚才这一段呢 真的就是让这个方老师 用大家非常的喜闻乐见的方式 来介绍咱们非常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 因为中国的音乐的乐 带来是快乐的乐 你看 中国为什么叫文字 我们有文化的字 是的 音乐永远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那当然刚才我这一段呢 只是一个这个抛砖引玉 虽然抛出来的也是一块金砖 哎呦 太厉害了 接下来这样 因为我知道这个琵琶呢 真的是被称为咱们的民乐之王 这王 那当然在西方音乐当中呢 也是有一个乐器之王 那就是钢琴 因为这是两个 乐器都用十个指头演奏的 你看钢琴十个多演奏 琵琶是十个指头 五个指头弹 五个指头摁 没错的 没错的 唯独这两个乐器十个指头演奏 通常我们都讲王不见王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 这两件各自领域当中的乐器之王 怎么样可以进行一个合作 那今天既然我们是奥林匹克文化节 我们第二十二届的北京文化周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场有幸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合作表演 因为一说起钢琴 也跟我们中国有关系 因为我们河南有一个绿学家 朱宰玉 他发明的十二平均绿 所以十二平均绿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一首曲子 叫《高山流水玉之音》 希望来的中国都是之音 《高山流水玉之音》 我们一起掌声同时 欢迎著名青年钢琴演奏家 万坚尼来到现场 和冯老师一起为我们带来这一首 《高山流水》 掌声欢迎 《高山流水玉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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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流水玉之音》